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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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下面也有一丈文體積 還有兩個圓圈 所以言清啊 把兩個圓圈的做法 這個 你是不是在敦煌這一代啊 是古藏文吧 是吧 你看這個圓形字母這個Kiku 是反寫的 是吧 是反寫的 所以這應該是一個古藏文的 內容你可以下來再讀一讀 美國人的實讀是說 這是唯一一位吐蕃王的妻子 自作的東西 至於是不是這樣的 下來我們再研究 對這兩個圓圈啊 有人在敦煌出土的一些文物上面 找到了這樣以圓圈作為記號的痕跡 所以它是不是跟敦煌還有一定的關係 這幾件銀器都值得做進一步的思考 這裡我們看到了 這是一個穿著這個吐蕃長袍 但是這是帶著高官 腳下又成了鳥族的這樣一個形象 這應該是一個神人 是一個神人 而且很顯然 它的整個衣服 頭冠 它的飾樣 是吐蕃本地的 所以在這一個金銀器上我們看到的吐蕃元素 非常明確 基本上可以肯定的 這是吐蕃自己的產品 所以吐蕃金銀器的製造 我們可以通過這些紋樣和圖案的分析 把它的產地做一個大體的推測 這是一派唐蕃 但是上面的連珠紋樣是波斯沙山的 整個器型是班子碑 這是來自西亞的 這又是一件中西合比的絕妙的標本 我們可以比較一下 這是波斯沙山的 我剛才說了 這是波斯沙山的器 你看它的這個連珠紋的使用 還有就是在這個地方 也使用了連珠紋 它的邊緣部分使用連珠紋 這是它的一個波斯沙山器皿的一個特點 這是大概公元6到8世紀 在波斯沙山製造的金銀器 這個也是波斯沙山的金銀器 我剛才談到的特征 你看 就包括當中的人物 除了人物造型有所不一樣 這是波斯沙山的女神 剛才我們看到的那件是吐蕃的神像 但是整個這個溢架 這個構圖 還有這個連珠紋在器皿上面的使用 都可以做一個很好的比較 另外 這也是波斯沙山出土的班子碑 你看整個氣形跟我們講到的吐蕃 金銀器都有可比性 所以看吐蕃就得把吐蕃放到 這樣一個寬廣的歐亞文化的視野當中 去加以比較 才能夠認識到它的重要性 大概金銀器我想的話 還有一些 就是大昭寺那個金銀器 對了 剛才我們沒有看到的戲布在這裡 看到沒有 這是我們剛才放過的 這個正在反彈琵琶的 這個是正在歐土的大漢 下面兩個人負責它 這個小的已經被壓到身子下面了 喝得鳴臨打醉 這就是剛才我們講的大昭寺二樓的 這個銀屏的情況 這也是一些小件的金銀器 這些小件金銀器主要裝飾在馬具上面 你看這些做的馬 另外還有一些是耳環 這兩件東西最早不知道是怎麼用的 這是在西藏的山南的南喀茲縣出土的 這考古出土的 最早這兩個東西不知道是怎麼用 就這兩件東西 一個這個 一個這個 後來經過反覆的查法 才知道呢 結果它是用在頭髮上面 怎麼用呢 這個叫束髮器 就是把頭髮束起來以後呢 把它結束起來以後 透過這個管子 把整個這個把它連在一起 然後呢用這個盔撞物呢 頂在這個後面 就把整個頭髮固定起來 是裝飾死者的 尤其是女性死者 她的頭髮的一種黃金飾品 所以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麼這個是西藏發現的 還有一隻來自更遠的大廈 就是巴克特利亞的一些銀碗 但這件呢是舶來品 放這件照片是想說明的 吐蕃人 他對來自外來的器物 這種好奇心 可以說呢 早在很早的時期啊 他就有了收藏 像這件東西呢 應該是來自大廈 年代也比較早 但是在西藏被一個貴族所收藏 收藏這樣的外來 靜音器 也成為吐蕃後來製作靜音器 模仿靜音器 很重要的一個途徑 我們還可以看到呢 有一些裝飾在器物表面的 這些鍍金的銀條 這是忍東紋的銀條 作為裝飾物使用 這件東西呢 不可靠 最早說是在青海都南發現的 是立體造型的一個動物形 這件東西呢 從整個造型的情況來看 和它的文樣情況來看 很可能是仿製的 不一定是吐蕃出土的 出的還有點多 在這個青海發現的一批 對它的整個這個真偽情況呢 現在學術界是有看法的 但是呢 類似這樣的動物造型 在整個青海熱水墓地當中 也是有發現的 這件呢 就是剛才我們看到的那個 銀片式的一個復原圖 這個馬爾夏克 就剛才我談到俄國的這個考古學家 他是專門做中亞考古的 他認為最有可能的 是不是一個王冠的官業 當然這個可以做一個思考 就剛才我們看到我說 特別飽滿 特別勻稱的這個構圖啊 就出在這一座墓葬當中 留到了現在流傳在美國的 這個詩家的收藏者手中 那麼對它的用途呢 馬爾夏克曾經有個推測 認為它可能是一個王冠 如果真是王冠的產片 那就說明這座墓葬的級別就高了 那就有可能 它原來的墓主人呢 身份等級非常高 還有一些產片 這個產片就是我剛才說的 大家剛才都看到過 他們想像的是復原成這樣 這也是馬爾夏克想像的 是不是這樣 我們將來呢 還可以再研究 但至少說明它是用來裝飾一些 非常珍重的 非常貴重的一些器皿 可以看到 這是它想像的王冠 是這樣復原的 這些呢都是考古學家的推測 這些推測給我們一些啟發 但不是最後的結論 這些呢 就是上面的馬具 或者是代具 怎麼使用 馬爾夏克先生也做了一個復原 認為這些就是代具上面 這個是可以成立的 曾經考察過 確實在出土的很多代具上面 還殘留了這樣的一些經營的事件 前不久呢 在香港有一個展覽 它又是一個墓葬裡面出土的 這批墓葬裡面出土的特別好 就是什麼地方呢 它很多這個皮帶啊 保存得非常完好 上面的這些精英器 還鑲嵌在上面 你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些精英器 它的用途 這是這些馬具 像我們剛才談到的馬鞍 還有就是裝飾在馬頭 馬身上的這叫信業 大體上是這樣的用法 這應該沒有問題 我們唐代的很多馬 也是這樣來裝飾的 所以馬具上面的經營器 是吐蕃經營器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門類 這裡呢 我要告訴大家 我們進入到絲綢了 這是一件保存的特別完整的 馬具上面的絲綢 在這個上面我們看到的絲綢製品 採用的是蓮珠紋對瘦 有蓮珠對瘦的這一個特點 這是吐蕃絲綢當中 最具代表性的一種絲綢 又回到這個馬鞍 馬鞍上面 這個上面還鑲嵌了很多綠雄石 可以看到 中間的是這個木頭的 所以吐蕃的馬具 它是集合了黃金製品 木製品 還有這些絲綢物 形成的非常華貴的鞍具 當然能夠使用這樣鞍具的主人 一定也是吐蕃當中的高貴者 這件東西在克里夫蘭 是收藏了一件小孩子的衣服 這件小孩子穿的衣服的整個樣式 是唐裝 有一個小的衣領 然後這裡是個對勁衫 整片的衣服 整片衣服全部是用這個絲綢物 用這個紫頸來製作的 這個紫頸的紫頸 紫頸的紋樣特色 叫做蓮珠紋 你看外面的這圈叫蓮珠 蓮珠紋對鳥含獸 一對鳥 然後含獸 獸什麼呢 就是一個獸袋 這是非常典型的來自中亞波斯沙山的圖樣和紋式 這個蓮珠紋的裡面 一個一個的圓形叫做柯 就這麼寫 一個柯就是一個單元 每一個單元裡面都有這樣一組圖案 所以這一件小孩子的衣服 是跟那幾件金銀器一起流入到美國 被克里弗蘭藝術館收藏的 在以後真是無獨有偶 又發現了一件小孩子的衣服 我們待會還要講到 這裡是一個細節 它有主花 就是對鳥 對鳥的口部含有三個獸袋 組成的 下面是寶石 這是它的授袋 這個就是對鳥 然後有蓮珠紋樣 非常的 色彩也非常鮮豔 形成的蓮珠紋的冰花 這個是棕櫚葉做的十字形的冰花 這是它的一個細部 我們在這裡 馬鞍上面 我們再看到了這個圖樣 這是馬鞍上面的這個圖樣 這是站在棕櫚樹上 這是一個蓮珠紋的花袋 然後呢 兩個鳥相對而立 口中咸瘦 這個瘦袋呢 下面有三個寶石 懸吹在這裡 在這裡我們再一次可以看到 這些絲綢 它的特點 這是對絲 對絲的形象 這是蓮珠紋 鹹瘦 瘦袋 這一件就是我說 在克里夫蘭收藏了這件土蕃絲瘦以後呢 緊接著不久 另一個美國收藏家 又再次收藏了一件小孩的衣服 所以看來土蕃人對他自己的 這個小孩子啊 尤其是這些土蕃貴族 對這個小孩子的衣服特別講究 你看這一件衣服 它的上面的半截呢 跟剛才看到那件差不多 只是上面那件是長袖 這一件呢 它是短袖 整個用的絲織物的 這個紙頸的紋樣都是一樣的 下面戴著一個小裙子 還有一個小的小襪子 一對小襪子 所以這一件絲綢呢 它的這個絲織品啊 跟剛才我們克里夫蘭看到的那件一樣 布料 所以用的這個 所謂的紙頸都差不多 那麼我們再看 剛才那幾件是成品 是成衣 下面放映的這批呢 就是在青海都南土蕃墓葬裡面 出土的絲綢 這個絲綢呢 這是 蓮珠對馬紋 這也是一個顆 一個團顆 對馬紋的上面呢 還有裝飾的紋樣 這裡呢 是兩件絲綢拼到一起 下面是騎在馬上的武士 上面呢 是一個蓮珠的一個絲綢 這是兩個絲子 對絲 蓮珠對絲綢 這是在西藏西部發現的 帶有漢字的絲綢 那麼這個漢字絲綢呢 上面還有 這也是一個對鳥的形象 中間是一個樹 這裡呢 有王侯 楊王 或者也有人認為呢 這是王侯兩個字 這邊呢 是王侯兩個字的繁寫 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是漢字是沒有問題的 我特別要提到一點就是 土蕃人的絲綢製造 不是他的強項 我剛才說過 土蕃人本身並不會製造絲綢的 他所有的物品 所有的這些織錦 都是從外面輸送過來的 那麼從什麼地方輸送呢 最大的可能性 四川地區的成都啊 是一個重要的生產地 因爲什麼呢 他很多交往新疆一帶的 比方今天的新疆吐魯番 發現的織錦啊 很多都是蜀地製造的 你可以想像蜀地製造的絲綢 既然可以遠銷到新疆 也就一定能夠遠銷到青海 因為在青海發現的很多絲綢上面 明顯的它的文樣 它的執法不是西域製造 像這件東西帶有漢字的 埃的最近的一個有可能的一個製造地點 應該是今天的成都 那麼除了成都以外 東煌也可能是一個製造地 因為曾經東煌出土的文獻記載啊 吐魯占領東煌以後 專門在這裡成立了一個叫做私棉部落 就是專門以執造為業的 這樣的一個生產集團 在東煌形成一個生產基地 像這些問題呢 我們透過這些出土物 都可以有一個清楚的一個認識 這是這個墓葬當中出的 跟剛才那個王侯楊王出土的 同樣的跟他一起出土的一些其他的器物 這些器物都可以證明 它確實跟中國的新疆一帶關係也非常密切 我們接下來往下看 再看幾張 這是青海出的 吐魯都南出土的這個物品 這個絲綢 這些絲綢呢 它現在它的母蹄這是對鳥 但是已經看到呢 波斯沙山 就是來自西域的這個色彩啊 已經降低了很多 這是吐魯番 阿斯塔拉出土的製造物 這個製造物的產品 生產地是在數 就是今天的成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呢 這樣的一些絲綢呢 既可以遠銷到新疆 同樣的它也可能銷到吐魯 所以吐魯的絲綢跟吐魯的精英器它不一樣 基本上是外來品 好 再看一個細部 你看這件東西啊 跟剛才有漢字的那件 西藏出土的東西是完全可以做比較的 它這裡有一個塵碟 就像這個塵牆的這個碟口一樣 然後這裡呢 有一個樹木一樣的東西 在樹木的兩端是這個對鳥紋 對獸紋 所以這樣的一種格調呢 它年代是比較早 要比我們剛才看到的這個團科這個要早一些 也就是說 從大概公元三世紀開始 這應該是公元三世紀到四世紀的東西 從公元三世紀開始啊 我們遇到一些絲綢就逐漸的這些紙井就銷往了西域 過去呢 我們沒有太注意西藏的這一塊 現在看起來 銷往西域的這些獅子物 紙井 因為有的是獅子品 有的是這個紙井 當中呢 一部分可能是經過絲綢之路 這樣一個通道呢 同樣銷售到了今天的西藏高原 被吐蕃所採納 吐蕃也吸納了大量的這樣的獅子品 我們可以這裡做一個比較 這是吐蕃出土的 這是我剛才講 這個新疆出土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 整個構圖的方式都是非常接近的 但究竟在哪個地方出土呢 現在我們還不能完全確定 我個人認為呢 就是應該在今天的八素 我覺得呢 講到最後啊 我就要想給大家做一個小結了 經過今天晚上我們的這個 兩個多小時給大家介紹的一些考古出土的材料 我想做這麼一個小小的總結 第一 大家要看到呢 我們通過考古出土物 結合這個文獻記載 所表現的這個吐蕃社會啊 是一個非常豐富的一個社會 它已經形成了它的等級制度 有亡靈 有各個地方貴族 在墓葬制度上得到反應 第二個呢 就是吐蕃社會 它是一個開放的社會 它跟外界有很多交流 在金銀器的製作上面體現得非常的清楚 透過這個吐蕃金銀器啊 我們可以看到來自西方的 來自東方的不同地區 對吐蕃的金銀器工業所產生的影響 那麼絲綢雖然吐蕃人自己不會製造 但是很顯然它非常善於吸收 而且保持了跟它最靠近的 像長安 像我們成都的蜀 當時的建南 還有跟敦煌 保持了非常密切的聯動關係 在物質文化和思想文化的交流方面呢 它是一直暢通的 過去呢 我們對吐蕃的了解 覺得它是一個馬上民族 是一個只會征戰 只會開疆破土的民族 那麼今天看起來呢 吐蕃它還是一個社會生活相當豐富的一個民族 比方說人死後 它會採用官版畫來裝飾自己的墓葬 而且在官版畫上呢 能夠反映很多他們生前的 或者是死後希望想像的世界 留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探討的空間 我們可以通過這個呢 去了解吐蕃社會 了解吐蕃人他們穿什麼 他們用什麼 他們住在什麼樣的帳篷裡面 他們的上上儀式是一個什麼樣的環節 我想今天晚上呢 這些講座啊 都給我們一些細節來豐富吐蕃的歷史 因為這門課呢 我們主要是講 西藏的歷史和文化 那麼吐蕃這一段過去講 如果只講政治史 那就是第一跟唐朝怎麼打仗 第二跟唐朝又怎麼和親 然後有個唐伯會蒙碑 如此而已 但今天我們用豐富的考古材料 我們就可以展現一個非常細緻的一個層面 讓大家去了解吐蕃和吐蕃社會 吐蕃佔領東煌以後 抄金制度 這個金書是怎麼樣抄的 怎麼抄金 怎麼流傳 是什麼人去抄金 這又是一個細節 而且抄金者當中啊 有很多 那不是吐蕃人啊 是漢人 是術特人 都參與了這些抄金活動 而且透過整個吐蕃佔領東煌 在東煌時期的很多吐蕃的 他的一些政策啊 可以看到吐蕃人很聰明的 他也知道一國兩制 佔領有些地方那就沒有說的 那就是軍事政府 但是佔領東煌以後呢 我知道跟東煌啊 給他一點寬鬆政策 我保證不殺你的人 不改變你的舊友制度 但是有一條 你在文化上面 你必須全部用藏文 這個很厲害 雙語教學 你要用藏文 你要穿藏服 要穿我們這個吐蕃人的服裝 所以你看那個吐蕃很多洞褲裡面啊 漢障在這個洞褲裡面 非常的融洽的合在一起 就吐蕃當時他在佔領這個東煌以後 採取的整個制度啊 非常靈活 而且這一套制度我在想 一定的程度啊 也影響到了吐蕃社會本身 既影響到東煌也影響到吐蕃本身 所以讓吐蕃 敦煌 長安 成都 乃至西域的像沙馬爾干等等 在整個中亞歷史上 連結成了一個非常廣闊的空間 吐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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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中亞的沙馬爾干人 那這些湖人活動在這樣這個舞台上面 就創造出了非常有聲色的一段歷史 但是這段歷史已經離我們遠去 我們今天能夠通過什麼來認識這段歷史呢 文獻記載 考古出土材料 而考古出土材料本身 那倒不是我做考古 我特別鍾愛考古材料 今天這個講座 大家就可以看到 恰恰是這些考古材料啊 提供給我們前所未有的資料 我們能夠重讀吐蕃社會 重新認識吐蕃文明曾經達到的高度 以及吐蕃和外界它發生的交流 它產生的這種文化的浮動 我想這個講座 我們看了這麼多材料以後呢 歸結到我今天的中心論點 就它不是一個文化孤島 希望我們同學們通過這一講呢 對吐蕃 吐蕃社會 吐蕃這個民族 能夠留下非常深刻的一個認識 那麼我們這個講座呢 我們還會繼續下去 我之所以願意參加我們這個講座 跟我們考古的老師 跟我們藏學所的老師一起 來做這樣的講座 其實就寄希望啊 我們在座的各位 能夠通過這個講座呢 去豐富我們自己 整個大學生活當中 所吸取的知識 購建我們自己人生的一種知識儲備 我覺得這一點呢 對我們在座的同學來講 是最重要的 你將來可以不記住 不必記住我們講的細節 但是呢 你就知道 哦 講到吐蕃 我們還會有這麼多的考古材料 可以豐富文獻材料的不足 還知道有卡若 知道有距今 四千年 五千年的西藏歷史 我覺得有這一點 有這個意思 不管你學習什麼學科 再穿大 你就有所收穫的 好 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要來講到這裡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